在天文学家眼中 水星一直是八大行星中最神秘的一颗 一个是它拥有着超乎寻常的高密度 以至于不少人怀疑 它先前会不会是某颗气态行星的核心 另一个是 我们对水星的了解十分有限 虽然相比于外围的气态行星 水星离我们并不算太远 但是由于它紧挨太阳 所以观测起来十分不便 目前我们对水星的了解 主要还是源于早年间的探测器 比如著名的信使号水星探测器 信使号照片中的水星 乍一看和月球十分相似 地表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环星山 但是科学家从信使号采集的数据中 发现了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水星的表面存在着大量石墨形式的碳 科学家推断 早期的水星表面是一片岩浆海洋 这些岩浆中碳含量十分丰富 甚至达到了饱和状态 随着时间流逝 岩浆慢慢冷却 此时它里边的碳也渐渐凝固成了石墨 正是因为这些石墨的存在 水星的表面才显得异常的黑暗 反照率是八大行星中最低的 还不到9% 既然水星表面有这么多碳 那它内部碳肯定也少不了 那么在高温高压的行星内部 这里的碳又会以什么形式存在呢 2024年6月 一篇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文章中 来自中国和比利时的科研团队 他们根据高温高压实验 热力学模型 以及最新的行星内部结构模型等 重新评估了水星内部的碳形态 我们知道 水星有一个硕大的核心 无论是体积还是质量 它都占了整个行星的一大半 早期的水星从地壳到地慢再到核心 全都处于熔熔状态 在地慢和地核交界的地方 这里的压强可能高达70亿帕 大概相当于一万头大象站在你身上 在水星核慢交界处的极高压下 碳会形成一种最稳定的物质形态 金刚石 随着水星的核心慢慢冷却 它逐渐从液态变为固态 核心中的钻石也慢慢结晶出来 上浮到了核心外层的核慢交界处 同时 交界处上层的沿江海洋中 可能也有一部分钻石形成 这些钻石会沉降到海底 最终也沉积在刚才的核慢交界处 于是 如今水星的核慢交界处 那里可能存在一个15到18公里后 由金刚石组成的钻石层 即使到了今天 那里的温度仍然接近石墨 转变为钻石的临界温度 这就使得该钻石层可以稳定存在至今 该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水星的结构和磁场 有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将帮助我们完善目前的行星模型 截至目前 已确认的系外行星超过了5000颗 不过在这5000多颗系外行星中 大部分都是气态行星 只有三分之一是超级地球 也就是1-10倍地球质量的研制或混合态行星 而这里面位于恒星移居带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然而前不久 天文学家通过微博望远镜 在距离地球48光年的金鱼座 确认了一颗位于移居带内 可能拥有着大量液态水的海洋星球 LHS1140B 相关研究已发表在上个月的 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 其实早在2017年 天文学家就已经关注到了这颗行星 起初人们认为 它可能是一颗体积稍小的气态行星 于是被归为了迷你海王星 它的大气层过于浓厚 仅有的氢气和氦气不足以维持生命存在 然而后来 研究人员在结合维博、哈勃、斯比策 以及泰斯等多个望远镜的数据分析后 这次他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首先通过更精确的测量 这颗行星无论是质量还是体积 几乎都是五倍于地球 这说明它的整体密度和地球相当 那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气态行星 而是一颗炎制的超级地球 其次 当该行星从母恒星前经过的时候 也就是零日时 研究人员借助微博 观测了行星大气的透射光谱 然后他们发现 这里的大气确实没有任何氢害的迹象 这就更加排除了是泪海王星的可能性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 相比于地球来说 这颗行星的密度略低一些 再考虑到它恰好位于宜居带内 这表明它有百分之十几的质量 可能是由水构成的 要知道 地球表面虽然七成都被水覆盖 但是地球的水含量还不到地球总质量的百分之零点亿 相比之下 这颗星球叫它海洋星球完全不为过 不过由于这颗行星的母恒星是颗红爱星 所以位于宜居带的它 必定离恒星非常近 大概只有0.09个天温单位 不到地球与太阳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可能已经处于潮汐锁定状态 始终只有一面朝向恒星 在这种情况下 该行星表面可能并非全部都是液态水 更多的面积可能是被固态的冰层覆盖 只有朝向恒星的那一面 可能融化出了一片直径4000公里的海洋 虽然有液态水 但如果没有大气层保护的话 再多的水也有被蒸发完的那一天 关于这个问题 微博又带来了个好消息 这颗星球似乎存在大量的氮 这意味着它可能拥有含氮的大气层 我们知道 地球的大气层中绝大部分就是氮 这样一来 该星球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甚至按照模型估算 那片海洋中心区域的表面温度 可能在舒适的20摄氏度 不过关于这颗星球是否真的有大气层 那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观测 不管怎样 有液态水 位于宜居带 以及丰富的氮含量 等等这些特征 已经说明该星球在支持生命存在方面 有着独特的机会 也许它的表面看起来一片荒芜 但在它冰层下的海洋中 或许那里已经演化出了某种水下生命 优优独特的机会